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在最近仁川冠军赛即将到来的时候 新科世界第一王楚清宣布退出本次比赛 引发外界一片哗然 在此前呢,樊振东曾经明确表示 希望能够在接下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他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结果在这一次的比赛即将到来的时候 他却临时退出 难免让他的很多球迷猜测纷 而随着目前的事情不断发酵之后 有他的死忠粉更是列举了三大疑点 将矛头对准了王浩、樊振东师储 试图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在此前新加坡大满贯比赛中 王楚清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夺得了两个冠军,一个亚军的超好表现 所以在赛后的话 很多球迷都认为他接下来呢 很有可能成胜坠切 在本次大赛 也就是仁川冠军赛可以继续问底 难担冠军 结果谁会想到他却中途宣布退赛 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他的死忠粉就列出了三个疑点 质疑这一次很有可能是教练组打压王楚清 护送樊振东 夺得仁川冠军赛的冠军 首先第一点 有球迷指出在去年蓝州勤务新赛上呢 当时王楚清流鼻血缺氧 但即便在高原艰难的条件下呢 他西洋都要坚持打完比赛 为什么这一次新加坡大满贯比赛结束之后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 结果却临时退出比赛 还说是身体劳累方面的原因呢 球迷觉得难以相信 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了 另外一方面呢 在本次大满贯比赛结束之后 接受媒体采访呢 王楚清明确表示 自己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当时很多球迷自然都觉得说 他接下来呢 要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在剩下的几场比赛 继续冲击南端冠军 一直到巴黎奥运会登顶最高领角台 结果呢 中途他却突然来了一个放弃比赛 球迷呢自然也同样是难以相信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呢 在最近WTT人穿冠军赛的官方宣传片当中啊 球迷也没有发现王楚清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陈梦和樊振东 这些核心主力的画面 所以至于这三点猜测呢 有球迷就质疑这一次很有可能不是 王楚清自己想要放弃比赛 而是教练组要求他放弃 因为呢在之前 他的积分已经超越樊振东 现在樊振东的形势比较被动 为了能够保送樊振东 在接下来能够啊更好的参加巴黎奥运会呢 所以教练组希望他能够在本次 仁川冠军赛登顶南单冠军 据这个原因呢 有不少王楚清的球迷就攻击甚至网报 网号以及樊振东 要求他们给王楚清一个公道 要求他们不要打压王楚清 说实话从目前来看啊 王楚清的球迷有一些情绪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觉得不应该质疑我们教练组的安排 也不应该怀疑王楚清自身所做的决定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王楚清在大满冠比赛呢 一个人身兼三项 其实对于体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于他的整个人的一个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在这一次的比赛到来之前选择休息 我认为非常的正常 也不会影响他的世界排名 对于王楚清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损失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